前面講的是一些比較重要的 後面就是一些小東西、小內容 第一個 你的汽車上面會有一個牽電池 它常常會提供6伏特或12伏特 12伏特的 那 怎麼弄 一個牽電池是2伏特 怎麼變成6伏特或12伏特 要不要怎麼連 串連嘛 對不對 我們教過嘛 串連要相加嘛 旁邊這張圖是課本在告訴你 旁邊這張圖是課本在告訴你 我的牽電池是用串連的 讓它變成6伏特或12伏特 可是這個圖是錯的 這個圖是病連 看到它 所有的正階一起 所有的腹階一起 我們教過了 所有的正階一起 所有的腹階一起 要是什麼連 病連 這個圖是病連 這個圖不是串連 你看這樣 這個板子 這一片片板子 所有的都記在一塊 所有的都記在一起 這個是病連的 這兩個是病連的 左手邊是單獨一個板子 右手邊是兩個板子 現在插在一塊 這樣才是串連 你看它顏色不一樣對不對 顏色不一樣 板子的顏色不一樣 正負正負肩 這樣才是串連 真的還是串連 懂嗎 所以呢 最右邊的一格是病連 過來這一格也是病連 然後這兩個 這兩個之間互相串連 正負正負接到串連 所以 根本那個圖是錯的 它在教你說 我是串連來的 然後畫那張圖 那張圖是錯的 那張圖是病連的圖 這樣才是串連的圖 這樣才是串連的圖 OK 電 電比電池的保養 它說不可以過度放電 過度放電容易蒜溢會溢出 而且很難在充電覆盈 不能過度放電 就是講過乾電池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電減池外溢的問題 這個可能會有 那個油栓可能會跑出來 然後會跑出來 然後呢 也不能夠過度充電 它水會分解掉 所以不能過度放電 也不能過度充電 同時呢 它有個線 有兩條線 一個最低一個最高 不可以低過最低 否則容易過熱 不可以高過最高 而容易會灑出來 但是它會使用的時候 它可能會減少 所以以前要所謂的補充 去買所謂電瓶水去補充它 那現在有發明所謂的 免保養的電瓶 它這個免保養是不能保養 因為它全部都密封起來 全部都密封起來 你想保養也無法保養 最好對叫做免保養 那它如果少掉了 不切就只有整個換掉 只有整個換掉 不能再加 好 所以它有個高度 不可以太多 也不可以太少 如果不足要補充 如果無法補充 就是換掉 不要緊斜保持垂直 到那個板子的面積 該有怎麼樣的接觸 就怎麼樣的接觸 接觸的面積要夠 然後這樣子做 就是保養的狀況 全電池 不過你現在在開車 或用到機 都所謂的免保養的電池 所以就只有不行 就只有一招 就說換掉 換掉 整個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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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優更缺 它的優缺點 基本上就跟乾電池 大致上是相反的 大致上相反的 乾電池 電壓差一點比較快 所以會比較快沒有電 可是它的電壓比較穩定 信電池的電壓比較穩定 然後乾電池不可以充電 它可以 抓可以 它可以充電 然後因為信電池有這些優點 電壓穩定 經濟實惠 不會太貴 然後可以充電 用途廣泛 就在blahblahblah 上面 你所有的 你的 autobine 汽車 機車 裡面都會有一個 簽電池 機車的比較小 汽車的比較大 托拉圖的會更大 那就帶來後面這個問題 就是乾電池的優點就是晶電嘛 小小顆 晶電池就很笨重 你如果拿的是機車的晶電池還好 拿起來搖一搖晃晃沒問題 汽車就很重 就快要拿不動 托拉圖就會更重 托拉圖就更重 它很笨重 因為那個硫酸啊肩膀那樣的話就還很重 然後還有它可能有酸液外肉 剛剛講過嘛 乾電池的優點叫做它不會有電解質外液嘛 這個可能會有嘛 所以它基本上大致上會相反 剛剛跟你講過了 現在有發展就是免保養的 不用的 你要補充也沒得補充那種 但是呢 雖然要免保養它還是一樣重 重度還是一樣很重 所以它的優缺點就會跟乾電池基本上是相反的 一個可充電 一個不可以充電 一個很輕 一個很重 一個很重 一個電壓比較穩定 一個電壓比較 摔電會比較快 這樣子 OK 就是所謂的優缺點 了解一下 大致上知道就可以了 OK 我讓我問大家吧 吧 吧